假如也是在齊莉德 齊雅德 齊莉德 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86終於要播了 YES 就是我個人這幾天重新看了一遍 86不存在的戰區這套書 尤其第一集依舊是讓我回味無窮 也獲得了滿滿的故事體驗 因為它真的有許許多多可以分享的東西 無論是作者筆下的人物、情感 對於細節的捉摸又或是機械的設定 打鬥分敬與武裝講究 甚至從現實架空過去的龐大硬派世界 都相當獨特與有趣 也讓我想借這個機會在4月東話開播以前 和各位聊聊更多不暴力的小故事與背景設定 那畢竟在很久以前的清掃出介紹影片 有大力推薦過這個系列的價值與軍情主旨了 這次就讓我好好整理一些細節給各位 把焦點放在它的世界之上吧 Spearhead Processor 那Story已經介紹很多遍了 但是基本的東西依舊不能少 86不存在的戰區 為阿薩托阿薩托老師所著 Shabi負責插畫1-4執行機械設計 日本由定級文庫出品 台灣由台灣腳川出版 並將於今年4月由A1Pictures動畫化的輕少說作品 關於最近的重點描述 可以參考我的4月新翻資訊的介紹 或是過往輕資源心理影片的描述 這裡簡而蓋之 就是 關於精衛來科幻 關於凡烏托巴 關於戰爭爆發時荒唐的世界 關於異常的價值觀 關於生死所有的 關於女孩與男孩卻可能再也沒機會見面的事實 而以下呢將會把作品所印在86的一耳機 將大家所必須知道 也或許已經知道的一些前置觀念 整個世界的正義分區 故事開頭戰線推演 還有一些龐之末節的時代設定等等 都盡可能介紹一遍 那如果影片後還有任何問題 也都歡迎在訂閱追蹤的同時 留言方討論喔 好啦那就讓我們繼續吧 86的世界概念部分取材 並虛構自二戰時所發生的歷史與國家分野 至第三期結束以前 大家所能聽聞的國民喔 基本上就是 北陸軍事強國齊雅德 民主共和先驅聖馬格諾利亞 盤踞雪山的羅亞格雷基亞 位居南方的瓦爾特蒙約同盟等四國 那本片故事與聖馬格諾利亞共和國為起點敘述 也同時是多數主角們的故國啦 故鄉這樣子 而一切源於大陸北方的軍事大國 齊雅德帝國 向周邊諸國發布宣傳通告 隨後馬上與金利亞的全自律無人紀部隊 也就是之後的軍團 悉數侵犯他國大半領土迅速過張 那扛不住壓力的諸國 解決敗退 有的只能勉強維持戰線 有的能與軍團一戰高下 有的就選擇營造假象自甘墮落 不過在來到無可救藥的聖馬格諾利亞共和國之前 我想先來聊聊造成癲狂末日的元兇 齊雅德帝國 請注意 以下會是包含一二級的世界設定 不想知道太細節陣營的 可以直接跳轉到影片的更後面 那麼 齊雅德帝國 事物破竹攻陷大平區域 然而 似乎早在開戰五年左右 即被自家失控的無人紀瓦解 被亡靈的大軍軍團取代 但事實上 帝國內部也似乎早在全面開戰後不到一年 新歷2140年左右爆發了公民革命 那獨裁貴族政權被捨去 貴族壟斷國式的傳統被推翻 與革命後變成了平民階級為主 握有企業的貴族被允許保有部分權力的局面 至此同成共和制齊雅德聯邦 那在聯邦成立後 請全國之力對抗軍團的反撲 雖然喪失大片舊帝國的國土 卻也因此而能夠讓國家中樞政府 國軍機構以及農田、牧場等生產中心 免於無人羈群直接威脅 亦相較他國累積了強大國立軍力 以及舊帝國的無人羈射擊資料 然而除了遠程超過的索尼基 他們不再採用無力開發 也被視為逃避替代品的AI無人羈作戰 畢竟聯邦多數的軍人 都是為了保護家人、祖國、同胞 以及國家理想的正派人士 憑著自身意志苦撐著的軍團屢屢的進犯 不像在遙遠的西方的另一個大爛國 聖馬格諾利亞共和國 在九元以前救國的聖女顛覆王權後 這個以自身先進民主制度圍繞的共和國 高舉標榜自由、平等、博愛、正義與高尚的五色旗 從過往高壓統治的王權獨裁 轉變為保有王政歷史宮殿的風格建築 亦同時推出獎勵制度 不分福澤貴賤、平等、接納他國移民的民主大國 然而也是在齊亞德帝國宣戰的共和歷358年 政府警記大總統命令660號 暫時特別自然維持法 將所有除了飲法飲頭的白系種以外的有色人種 公認為敵對果媒 剝奪其公民權 強制守我們並隔離監視 只論膚色 無論出身的充公有色人種財產 強迫他們勞動、建造對抗帝國鐵木 甚至於只要服役滿旗 就可以拿回公民權為號召 向他們一批批算往再也回不來的戰場前線 畢竟戰爭時期嘛 進到85個行政區避難的國民與現有物資對比 可謂森多州少 同時又因為不想承認國力不如人 不想承認打敗上的妄自尊大 於是就順著局面給國民一個情緒宣洩出口 不管是精細種、清細種、月白種、彥紅種、白銀種 只要是有色人種就是下賤、就是敵人 就是人類都不得侏羅 他們被稱為86 這樣服從多數、犧牲少數、民主人類優越的優神思想 一直持續到本篇的共和歷367年 哪怕充空資產已見枯竭 軍事一傳簡縮 共和國人依舊對於戰爭不聞不問 躲在牆後享受著虛假的和平 至於86到底是什麼 這就是本作一個很有趣的設定 與令人心悲的詛咒了 其他像羅伊阿、葛雷基亞、聯合王國 和瓦爾特的盟約同盟 我們就先姑且不提 反正他們要到很後面才會出現 那也許有些沒看過原作的人就會疑問 共和國居然這麼衰敗頹廢 哪來軍隊和步步進逼的軍團抗衡 答案是他們也有五言機 讓我隱居書中一段驕傲的報導 咳 在賢明的指揮管制官管制下 由高性能無人機進行戰鬥 使得危險的最前線 不再需要投入人力的國防裡面化為可能 同時也證明了共和國講求 人道而先進的戰鬥系統 確實大有譴效 國立波魯人沒有相對應可決技術 被迫撤退到85個行政區的共和國 哪來的高商能無人機 答案原理想像中還要簡單、輕浮而荒唐 既然那些被流放到化外之地 被稱為86的有色人種們捉羅不如 那他們也就不算是人類 而既然不算人類 那麼承載了這些86的戰鬥機器 就可以被稱之為無人機了 哇!我多麼先進而民主的想法 沒錯這種觀念確實很難以置信 但可惜也可悲的是 絕大部分的共和國人 接受了這樣的歧視政策 從此之後86就作為共和國的無人機 日日夜夜在極端危險的前線、駕駛 及其殘破、機動性差警、武裝博有的機械 與裝備差距懸殊的軍團奮鬥 86們的死活 不會被記錄在共和國軍人的犧牲者名單之中 因為他們不算是人 而是被遺棄的垃圾 死了就當機子溜掉 然後再補下一批更年輕的86少年兵進去 不斷輪回也不斷輪回 殘忍無道的惡劣行進去 卻就這樣維持了9年的脆弱戰線 讓各國人以為犧牲者總是掛鈴 遠離勝利的終戰不願意 優待體在遠離蕭恩的虛假國度生活 卻意識不到迫在眉睫的危機 也是諷刺自己啊 那從另一個層面來說 共和國搞不好在9年前就已經死了 抱歉 好像講太多共和國外話 不知道會不會被制裁 不過再讓我們跳回到齊亞德帝國 在帝國崩潔聯邦成立 無緣機失控成為軍團後 這些來自舊帝國的軍團 並以純粹無積極的殺戮本能 取代了一切不必要情感與行動 日夜擴張為排山倒海 遮蔽天日的可怕怪物群 軍團無人機的資金水準 遠超過其他國家 更有著壓倒性的破壞力與無盡的數量 同時雖然受到這個中央處理裝置 因出場時有設定壽命上限 而即將在不久後休眠自毀的程序限制 然而這些軍團飛彈數量沒有減少 還開始隱藏著實力以及 誰也不敢想像的天當秘密 至於這個天當秘密是什麼 我想就交由各位自行賞心與解答吧 那麼最後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以第一集來說 目前的戰線概況 想當然而 大陸中間的多數區域 皆被舊帝國軍團支配 無人區往北是以賢俊山市 作為防線的羅亞格雷基亞聯合王國軍 南部戰線 往七二溫德的南方 則是坐擁森隱蔽的 威爾特蒙約同盟北部戰線 兩國皆運用自然地形 勉強阻止了敵軍的進犯 那往東的支配區域外 是分離過後的 七雅德聯邦軍西部戰線 距離他們的九國境線 以及現在軍團身處的大本因 已經被回推了將近100公里 雖然最前線基地偶有斬獲 但情勢並不算樂觀 至於軍團往西 就是聖馬格努利亞共和國軍的戰線了 雖然軍團還得再穿越 諸多戰區與防衛戰隊 隊人與反戰車專用的DHU和自律泥炮陣地 橫越約120公里後 才能攻到共和國搭建的鐵木大藥菜群 並指導共和國核心區域 不過啊 要對付這影迪制絕 比白紙還薄國家 大概 根本就一無分掌 至此 差不多就是我在 盡量不牽涉劇情的前提下 所能幫各位統整的世界觀 我猜啦 不過我認為和希望 這可以幫助到你複習這部優秀的作品 也有機會讓更多人認識 86不存在的戰區 所堆砌的物語 下一部你們想看到什麼內容呢 是無人機種類的戰鬥能力解析 還是各個角色的介紹 又或是我就別再驅逐各位 讓大家切實能夠好好享受本作呢 到時呢歡迎在下方的留言區和我說說與討論 那最後最後 可以的話也請務必支持 我寫的可觀小說《塵沙追憶》 要說我的作品受到86與阿蘇達蘇達老師很多的啟發 那是絕對不為過的 那也請順便按個訂閱加小鈴鐺 追蹤我的FB、IG、Twitter和Discord社群 讓我能夠與你分享更多 ACGN相關內容與創作喔 那麼 我是雅次仁 願各位能夠前往那充滿虛假與石油門相亭 那燃燒鐵與血的降低天空 繁星、微風與鮮花所在 以及在那裡生存的他們的身旁 我們下次再見 作詞&字幕開啟